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日 雙十一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昨天經典 單日轉向,由跌兩三百變升 今日今早滿滿地 後市下半週又升二三百 究竟市見底尾,人人都問這個問題 這樣看,今日收市企穩五十天線 大家知道我一向緊張五十天線 這是其一的信號 第二要關注,騰訊業績一般 你看它今天繼續橫行 不當它是重點,其他科技股有些都動 恆大事件解決了未? 又是,不到最後一分鐘不還息 不過都很輕盈它,還未倒閉 不過見到其他同業 似乎受惠中央可能 對於行業併救的貸款 就豁免在那三條紅線 因此刺激了很多 尤其是最近過分低殘的 一些比較沒有質素的內房物管 通通都達 我不叫大家看那些內房物管 我仍然對他們相當的擔心關注 但如果大市真的有望企倒五十天線 大家不妨看看 在七月到現在為止發生了甚麼事 九月、十月是頭 七月、八月和現在是兩個肩頭 遇到後市 恆生指數看回兩萬六千五 五十天線企運 基本上可以做回多一點部署 暫時繼續持貨看兩萬六千五